用香蕉皮水养蝴蝶兰 叶片肥厚促进根系生长 开花更多根系更加的旺盛 蝴蝶兰品种繁多 花色和花形赋予变化 花姿也是十分的美观的 深受花有名的喜爱 但是很多花友表示 蝴蝶兰虽然好看 但是非常的难养 今天我们就自制一种花肥 来养蝴蝶兰 能让蝴蝶兰开花更多 叶片肥厚油亮 根系更加的旺盛 那么这个肥料就是香蕉皮水 我们把吃剩下的香蕉皮 放在水中 然后进行发酵 发酵好之后 兑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水 来浇灌蝴蝶兰了 直接灌根或者说是 喷洒叶片都是可以的 能让这个蝴蝶兰开花更多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香蕉皮水 直接擦拭蝴蝶兰的叶片 能让叶片更加的肥厚油亮 香蕉皮水 交蝴蝶兰呢 注意一点就是次数 不能过于频繁 最好呢 对适量的水吸食好 以防浓度过高 造成这个烧根的现象 如果家里有这个吃剩下的香蕉皮 千万不要再把它扔掉了 用香蕉皮做花肥 我们都省了买花肥的钱 而且呢 香蕉皮水也是可以 交其他植物花卉的 能够让花儿呢 更加的旺盛 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